台北市線上教學影片 高中物理 施力做工 主講 立山高中 陳其薇老師 在炎炎夏日中 來杯清涼的可樂消暑最暢快 但是找不到開罐器 該怎麼把這個蓋子打開呢 我們上次在網路上好像有看過 有人用湯匙 將這個開罐器打開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看一下 怎麼用開罐器把它打開 我們以左手的大拇指為支點 湯匙為利弊 施力 我們會發現這個施力比較小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 將這個蓋子打開 那這省力的裝置付出的代價 就是讓這個位移要增加一些 我們這一節就是要來探討 外力與位移和做工之間的關係 課程內容 原理及模擬 立體計算 實驗影片 與備注說明 在運動學中我們學過許多物理量 例如 位移 速度 加速度 外力 動量 與衝量 這些物理量的共通點 就是他們都具有方向性 都是用向量來表示 可以清楚地描述物理量的方向 但卻很難計算 那有沒有什麼物理量 它是純量 沒有方向性 而且又能夠描述物體的特性呢 答案是有的 就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做工 work 與接下來要討論的能量 energy 就滿足這樣的特性 做工指的是外力對物體作用一段距離 將外力乘上物體移動的距離 就是外力對物體所做的工 在1829年 法國的科學家克洛利 就提出做工的概念 他定義工會等於外力乘以物體移動的距離 這裡移動的距離 是指沿力方向的位移 所以在數學形式上 就是外力與物體位移 內積後的結果 如果外力與位移不平行 只要取外力的水平分量 或是位移的水平分量 所以會乘上一個cosθ 這裡的θ角指的是外力與位移的夾角 做工的單位是力量的單位牛頓 乘以距離的單位公尺 如果將力的單位寫成公斤乘以公尺 除以秒平方 那做工的單位就可以寫成公斤乘以公尺的平方 除以秒平方 或者是寫成交二 當外力與位移不平行時 外力與水平夾θ角 可以將外力分解成 與位移水平的fcosθ 與位移垂直的fsinθ 移動的距離為s 則外力對物體所施的公 會等於fcosθ 再乘上位移s 換句話說 fsinθ的分離並沒有做工 第二種情形 是與物體水平的外力 但是物體的位移並非水平 可以將物體的位移分解成水平的位移scosθ 與垂直的位移ssinθ 可以知道外力對物體所做的工 會等於f乘上scosθ 從數學上來分析 當外力與位移加θ角 小於90度時 cosθ則大於0 可以知道外力對物體做正工 當外力與位移的假角 θ剛好等於90度時 cosθ會等於0 因此外力對物體不會做工 當外力與位移的假角 θ大於90度時 cosθ會小於0 可以知道外力對物體做復工 至於做正工做復工 物體的能量會如何變化 我們下一節會再繼續討論 剛剛我們討論的情形 都是物體受到固定外力的作用 但如果外力並不是固定的值 那該怎麼計算做工的大小呢? 首先我們將外力與位置的關係圖畫出來 如果施與物體固定的外力 可以知道畫出來的圖形是一條水平線 因此外力對物體做工的大小 可利用外力與位置的關係圖 曲線下的面積求得 由圖形上不難發現 水平線下的面積會等於外力f乘上位移x 但如果外力並非定值 該怎麼計算做工呢? 我們可以將原本的圖形切成很多小塊 每一小塊的面積可以近似成長方形 這長方形的面積代表這小小的位移過程中 外力對物體所施的小小的工 把這些面積相加起來 就可以得到物體移動這段距離外力對它所做的工 因此不論是定力做工或是便利做工 外力與位置的關係圖曲線下的面積 都可以表示外力對物體所做的工 這似乎在哪裡看過這樣的關係圖? 嘿,沒錯 就是在衝量的地方 就是外力與時間的關係圖 ft圖中曲線下的面積則代表物體所受的衝量 它會等於物體的動量變化 而今天介紹的是外力與位置的關係圖 曲線下的面積代表外力對物體它所做的工 至於它會造成物體怎麼樣的變化 我們在接下來的單元會繼續討論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重力對物體做工的範例 題目是一個質量為m的木塊 從高度h的斜面上滑下 斜面的長度為l 下降的過程中 重力對木塊所做的工是多少 方法一,我們將重力分解 重力分解成與位移平行的mgsinθ 與位移垂直的mgcosθ 我們可以得到重力所做的工 會等於mgsinθ再乘上位移l 我們可以寫成mgl再乘上sinθ 由三角函數的關係 我們可以知道l的sinθ 其實就等於h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重力它所做的工 會等於mgh 方法二我們可以將位移分解 位移我們可以分解成與重力平行的lsinθ 和與重力垂直的lcosθ 可以得到重力所做的工 會等於mglsinθ l的sinθ 我們知道它會等於h 所以重力所做的工 會等於mgh 所以不論分解重力 或者分解位移 得到重力所做的工 都會等於mgh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就是重力所做的工 只與千值的位移有關係 看完了範例 接下來我們要用agodo軟體 來模擬相同質量的物體 抬升相同高度時 外力所做的工是否會相同 首先讓兩個物體的質量 皆設定為1公斤 兩個斜面的摩擦係數皆設定為0 讓兩個物體抬升的高度皆為2公尺 只是右邊的物體上升的比較平緩 那外力所做的工要多一點還是少一點呢? 接下來設定外力的大小 物體所受的外力分別為 3.38牛頓與1.7牛頓 這個外力的值比下滑力大一些些 使過程中減少速度的變化 由於速度比較慢 因此將擬升速度調整為2倍 開始模擬 滑顯的距離分別為4.73公尺與10公尺 可以計算出外力所做的工分別為16角耳與17角耳 為什麼將質量相同的物體推至相同高度的地方 外力對右邊的物體則需要做工比較多呢? 其實從理論上來看 做工的大小應該要相同 但外力對右邊的物體做工時間比較長 讓物體的莫動能比較大 多的1角耳就是用來增加物體的動能 至於動能與做工之間的關係 我們下一個單元將會介紹 看完了範例與模擬 接下來我們要做實驗 看看在不同傾斜角度的斜面下 將相同質量的物體 讓它抬升相同高度的地方 看外力所做的工是否會相同 我們準備的材料有 滑車、棉線、滑輪以及砝碼 我們讓砝碼拉動這台滑車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給它一個小小的出速 讓它往上移動 那我們可以發現滑車從32公分的地方 上升到38公分的地方 上升高度我們設定為6公分 那我們在這兩個高度的地方 分別做上一個記號 滑車的質量大約為505克 斜面較平緩時 砝碼的質量大約為95克 接下來開始實驗 簡單複習一下外力所做的勾 我們知道外力所做的勾 會等於力量與位移之間的內積 那會等於外力乘上位移 再乘上cosθ 這裡的夾角θ 指的是外力與位移之間的夾角 重力所做的勾 會等於重力mg 再乘上它的位移Δh 這裡的位移h 指的是垂直的高度 我們使用的滑車 滑車質量為505克 那我們將它除以1000 可以得到0.505公斤 我們把這個數字記錄下來 那我們知道重力加速度 g等於9.8公尺 除以秒方 將這個數字記錄下來 滑車上升6公分的高度 加上它除以100 可以得到0.06公尺 加上它記錄下來 我們可以知道重力對滑車所做的勾 滑車的質量mg9.8 再乘上高度0.06公尺 大約得到0.3交2 這裡要注意的是 重力所做的勾是做負勾 所以我們在前面加一個負號 大約為-0.3交2 在比較平緩的時候 砝碼的質量為95克 加上它除以1000 得到0.095公斤 將這個數字記錄下來 這時候砝碼下降的高度為34公分 加上它除以100 換成公尺 可以得到0.34公尺 因此可以計算出 砝碼對滑車所做的勾 重力加速度9.8 再乘上它的位置0.34公尺 可以得到 再平緩時 砝碼對滑車所做的勾為 0.316交2 與剛剛我們計算的 重力所做的勾-0.3交2 大約相符 接下來我們將滑軌的角度 變得比較傾斜 砝碼的重量 從原本的95克 增加到現在的180克 那我們固定滑車的高度 從原本的32公分 上升到38公分的地方 接下來開始實驗 砝碼往下移動的距離 大約為17公分 在比較傾斜的斜面 我們使用180克質量的砝碼 將它除以1000 可以得到0.18公斤 比較重的質量 砝碼往下移動的距離 大約為17公分 將它除以100 可以得到砝碼下降的高度 為0.17公尺 那比較重的砝碼 它所做的勾會等於 砝碼的質量乘上9.8 再乘上0.17公尺 得到砝碼所做的勾 大約為0.3交2 與剛剛我們的實驗相符 在剛剛的實驗中 或許會有一點小小的誤差 那這一點小小的誤差 除了因為摩擦力 做復工之外 還有什麼原因呢 主要就是因為 滑車它並不是做 等速直線運動 它還是有一點加速 那至於速度 跟這個做工之間的關係 我們下一張會介紹 動能跟做工之間的關係 談判